好 最新的消息出来 叶伦终于是可以去中国大陆访问了呀 这个最新消息确认说 这个月的6号到9号之间 他要启动他的访华行程 那也是今年初 这个中美关系恶化以来之后呢 美国内阁官员的第二次的访问中国大陆 那这是说 他是想基于拜登致力于这个推动的目标 要深化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沟通 稳定双边的关系 也尽量减少在意见分歧的时候 所出的一些风险 所以美国的财政部发言人就讲说 叶伦将与中方的高官 还有美国主要的一些企业来会面 讨论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这些经济关系 那看起来这个布林肯前脚台走 叶伦7月6号的反华与新的领导班子 要来重建这些联系 他就说有新一批的这个领导人 必须要互相了解一下 那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叶伦的来访 也就是评论上面 社群上面的评论都讲说 他跟布林肯不一样 这个叶伦呢 他是比较好像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稍微就是比起布林肯是好了一些 所以看起来的反弹的力道也没那么大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的学者 阿尔登他提到了 他说美国显然是试图为着这个经济关系的恶化 设下一些底线 叶伦之行可能会再较 再较低层次重新开始稳定的接触模式 那现在美国已经从支持脱钩的程度上的模棱两可 转变为明确采取去风险的战略 美国的财政部官员提到说 其实又不预期啦 又不预期这次访问会取得重大的突破 但目的是跟中方建立长期的沟通管道 又开始要来打这个预防针 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本周的拜登经济学 他讲说现在经济拽退即将要消失 因为拜登经济学正在起作用 有个计划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来扭转局势 叶伦也跟着附和说 现在美国的经济其实比很多人 你们都在唱衰啦 这个比起你们预期的 美国的经济是更加有韧性 因为这一年来听到很多 美国即将陷入衰退的一些预测 但事实证明 美国的经济比你们想象中来得好 那感觉上面是不是画完大饼之后 转向可能要赶快又要跟中方来讨论 谈一谈 是不是这个美债或是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另外看到了 这个美国的这个CIA的局长 试图就是与中国 他提到啦就是说跟中国脱钩是一个愚蠢的做法 长达八页的演讲稿当中 他一共提到了19次的China 他说美国必须尝试让供应链更多元化 但不是脱离像中方 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这个是非常愚蠢的 因为中国大陆他是 他觉得唯一打算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 那而且他拥有越来越多经济 外交军事跟技术上面的力量 所以更不能跟中国大陆脱钩 那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中方当然对于这个美国卡脖子的事情 特别是在科技上面的一些这种卡脖子 已经成为他们全民 大家都要站起来 就是为着这件事情要跟美国来对抗 那这一两天在网路上面流传的 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国科大的校长 有提到这个芯片之母 他其实到了八十多岁 都仍然坚守在这个芯片的研发岗位上面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让这个校长听得都有点哽咽 我们来听听 不久前 刚刚离开我们的微电子所研究员 黄令仪老师 为了解决国家芯片卡脖子问题 年近八十 依然坚守在龙芯研发中心 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匍匐在地 干阻隔身上的耻辱 每次想到这句话 我都泪流满面 好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这一位校长周琦 他都讲到哽咽 然后甚至还中断了一下子 他就讲到的这一位芯片之母 中国大陆的龙芯之母 黄令仪 他是八十多岁 仍然都在第一线 但是他在今年的时候离开了 所以他说他的这个等于遗愿 就是最大的心愿 是这个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那同时这个校长 也在这样的毕业典礼上头 传达了这样的一个愿望 其实也代表了中国大陆 对于美国现在 你不断在这个科技上面 在卡脖子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感觉这是一个 他们扣在身上的耻辱 但是他们要把这些耻辱全部的擦掉 那现在可以看出来像是这一个荷兰 艾斯摩尔他们接下来的半导体的出口管制 也在九月份要生效 中国大陆当然是非常的反弹 就讲说你这是在损害全球的供应链的稳定 而且艾斯摩尔其实他们现在的股价也应声下挫 那所以可以看出来 你自己要去限制别人的时候 这绝对会有一个反馈的一个力道 可能会反到自己身上来 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一个新消息 就是大陆也研发了 首科用AI全自动设计的CPU晶片 五个小时可以生成这样的一个启蒙一号 这是大陆的中科院计算所设计出来 这样的一个启蒙一号的一个晶片 他说这个训练过程不用五个小时 就能够达到将近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九九点九九的 这个验证测试的一个准确讯 所以他们在这个晶片上面 也是快速的希望能够突破 然后不要再被美国这样子一直卡着脖子 好像都得要低声下起的 赖老师 我觉得美国目前评估 叶伦去中国大陆经过这么多天的访问 四天的访问认为突破的成效并不大 这个应该是属于比较理性客观的一个分析 因为这也放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叶伦要让的地方可能也不多 那中国要让的地方也不多 因为攻防战已经开始了 一伦首先他说我来有谈三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就是负责任的管理 中美之间的关系 那中方已经回应了 就是说责任在你 中美关系今天这么紧张 这责任在你也不是我 所以你把这笔账要先算清楚 那也就是说是你的认知发生错误 所以今天中美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账已经在打了 那也就是他们释放出一个讯息说 我要负责任的管理 好像就是说这个全世界上 我美国人是最负责任的 中国人说对不起 我这个锅我不背 锅是你 你自己造成的 那你看这个第一个账已经开打 那已经结果已经出来了 接着他要说 那对于我们彼此之间关切的领域 要直接沟通 那一方面叶伦也在收集讯息 那也在听看看中国有没有变化 那关切的领域就是例如说科技战 刚刚这个半导体 这个正量说到半导体的科技战的问题 中国当然关切 那关税的问题 中国当然关切 那也就是说在关切的程度有没有改变 我觉得一方面 叶伦也在收集情报 也在收集资讯 然后要做下一阶段的一个研判跟分析 那彼此之间如果 他感受到中方有在示弱 或者中方有在软化 或者哪个领域可以打 再把那个领域再扩大 或是再加强 对那个领域的极限施压都有可能 所以现在第二个阶段就是 进入一个对于彼此之间关切领域的 这个部分里面到底要 他的美国的战略是什么 收集资料 然后再猛打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中方在这个部分里面 要小心谨慎 也就是说 我在多谈些什么的时候 就会让你知道 我对在乎什么 我越在乎什么 我就会越谈什么 然后会让美国充分掌握到说 你的罩门在哪里 你的软热在哪里 所以我要在你的罩门跟软热的地方 我挡得再狠一点 挡得再凶一点 看你会不会屈服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彼此之间也都在做这个情报站 也在做这个工坊 那美国当然他要表面说 我的经济任性很大 我没有问题 所以我来的时候我的姿态是很高 是吗 如果你的姿态很高 你都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不需要来 那你要来就是要有求于我 所以我觉得中方在这个部分里面 对于美方 就是说摆出那个强大的姿态 说我们的任性很好 就业情况很好 经济发展很好 所以那如果都很好 你就不要来 你要来你就告诉 我就告诉你 你根本不好 我觉得可以直接给他回过去 你根本不好 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黄帝尼 这个确实是让我们感动 因为我们 我们衰弱过几百年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整个衰弱 然后西方 甚至日本人 到我们中国来 毫无忌惮 毫无顾忌的侵略我们 欺负我们 我觉得这个耻辱受够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 要站起来 而且要告诉他们 我们不再被欺负 我觉得怎么样不再被欺负 最主要是自己要够强大 法国的暴动也不断的加剧 昨天第五天的晚上 预估有719人是被捕 看到马赛夜间 这个警民冲突是非常的激烈 所以法国的内政部就讲说 大概就是一个晚上 就是有719人 然后前一天有1300多人 所以像看起来两天下来 就已经逮捕了2000多人 那所以现在这个状况 还持续在延烧当中 他们有大概45名的远警 宪兵受伤 还有577辆的交通工具 是被焚烧 甚至有74栋的建筑物 遭到放火 在街道还有一些 公共的空间 发生了大概800多起的纵火事件 所以我们都有看到很多相关的 比方说整排的公车 被烧到只剩下骨干 或者是说所有的店面 这样零元购 这状况真的是很难想象说 这是我们过去看到 那样子一个失伤之毒的 这个法国巴黎 那所以我们看到 连这个市长的住家 都遭到报名开车冲撞 甚至纵火 他的妻儿都因此受伤了 所以看到现在这个法国 看起来这个非裔少年 就是这整起事件的这个起头 他的这个外婆现在也是呼吁希望 能够赶紧恢复平静 他就说不要作为一个搞破坏的借口 他们希望这个社会赶快恢复平静 那另外呢 欧盟的领导人 现在这个俄罗斯也非常担忧 说这个欧盟领导人 确定这个法国的这个核武库 是不是安全 应该是要赶快 是不是确认一下 这个相对应的一个稳定性 法治的体制的稳定性 还有这个目前核武的这个状况到底是如何呢 因为我们看现在马克宏整体来说 等于是已经遇到他非常大的一个政治危机 本来是要去到德国访问 在7月2号的时候 但是他就是临时推迟了这样的一个访问行程 那原本这个行程是23年来 首次有法国的总统去到德国进行国事访问 那当然德国也能够理解这样的状况 所以德国的总统发言人就讲说 虽然对于取消是遗憾 但是能够理解现在法国面对到的这个严峻的状况 那德国的媒体也转述了说 肖茲也持续在关注法国这个骚乱的局势 但是他说他是表达对于马克宏 这个处理是有信心的 希望这个暴动赶紧结束 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黄背心的运动 就已经被誉为说是法国国内最严重的危机 可是这一次这个危机看起来又更加的升温了 所以对于马克宏来说 可能接下来也会付出非常沉重的这个社会 经济甚至是内政上面的代价 那我们看看这个普罗旺斯商会的会长就讲说 这个出估损害可能要超过一亿欧元 而且还在继续增加当中 因为这个暴乱都还没有平息 甚至连推特上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法国陷落这样hashtag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移民政策变成了大家讨论的一个主要的焦点 是因为移民造成了这样的事情吗 那你看这个美国的媒体 现在开始大肆在报道这一个法国暴乱的事情 那还被这个一些中国大陆的媒体讲说 你美国媒体还掺杂你自己的小心思吗 因为美国媒体他们说正富饶兴趣的 在关注这个法国的局势 甚至连AP在讲说 这是在于种族主义跟这个警察暴力的 斗争的问题上面 原来美国并不孤独 不是只有我们美国这样子 法国也是如此 那中国大陆甚至在网路上面 社群平台里面大家在讨论说 怎么感觉有点阴谋论 就说其实结合马克宏之前的种种表现 跟中国大陆又签了大单 而且又呼吁欧洲要发展自己的防空系统 还说欧洲不要随着美国起舞 甚至还想要去到这一个金砖会议 他说这样子法国的暴动到底背后 有没有美国在搞鬼呢 就是现在大陆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声音 那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暴乱困住马克宏 让马克宏不能再跟美国唱反调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猜测 那美国当然现在趁着这个机会 也不知道是不是趁着这个机会 也许是原本就预定好 现在拜登也要去到欧洲了 他7月5号的时候要跟瑞典的总理见面 也是要讨论这个北约的相关议题 这是瑞典的加入 还有呢除了去瑞典之外 英国立陶宛芬兰 他们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访问 那中国大陆这边其实同时之间 也派出了这个军事访问团去到了英法 美国本体讲说北京也有意要疏远美国 所以看出来中美都在欧洲这边 也在进行外交的一个角力战 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暴动被逮捕的 他们都是年轻人 未成年少年比重很高 那刚好这段时间就是他们中学 大学在放暑假 所以都没有在校园内 如果说在过去有学校有开学的话 那这些学生在校园内 学校还可以控制管制一些人 那参与的人数就会减少 现在都在放暑假 那这个学生走上街头的这种拘束力就少了 再加上绝大部分是未成年少年 18岁以下比较多 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法国来讲 他现在要责成他的家长 要把孩子管制好 控制好 不然的话家长也要年代受惩罚了 也就是说有的是要罚巨额的罚金 因为他是肩负人 要不就是要受牢狱之灾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要控制 法国的移民的问题 我们刚刚虽然谈到说是 有的是第二代 有的是第三代 但是这个最主要还是来自于 他们当初到 法国当初扫子化的时候 他们为了要解决他们劳动力的问题 其实台湾也要思考这些问题 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 然后就把他们的过去的移民地区 法语地区 尤其是北非跟西非这些地区 法语的这个地方的人 所以你刚刚谈到阿尔及利亚人 他们就大量的就移民到了法国去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就是在萨克吉总统的时候 他追随美国去攻打利比亚的时候 制造了很多的难民 所以利比亚的内战里面很多难民 因此当时欧洲很多 就要求英国 美国跟法国 要负起主要责任来 法国也接收了一笔难民 但美国拒绝接收 为什么 因为美国拒绝接收 只象征性 还有英国也拒绝接收 他们只接收一些象征性 因为美国跟英国知道 他们这些人都是穆斯林 他们就是不让他们 进入他们的社会里面 所以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 后来大部分是被法国接收 各位想想看 这些大量的穆斯林 进入了法国社会 法国当初最早的时候 接待这些劳工移民的时候 他们认为法兰西文化 可以吸收 消化这些人 他们认为我们的文化 是比较优势的 可以消化 结果没有 成功 失败 彻底失败 这些移民者 移到法国去的时候 他们大部分都是住在郊区 法国北部的郊区 跟南部的一些郊区 而且那些郊区 当初盖了很多连租房 所以他们就住进去 住进去以后 原本当地的法国人 后来受不了 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 一直一进来 他们就离开了 然后接着慢慢地 他们就控制了 掌控了整个区 那这些郊区目前来讲 非穆斯林的人口 只剩下17% 包括一些白人 只剩下17% 所以他们绝大部分 就控制了 绝大部分的北部郊区的 这些社区 穆斯林占有八成多 因此他们建立 自己的宗教系统 建立自己的金融系统 建立自己的社区管理 警察跟政府的力量 进不去了 然后他们的犯罪力 也丢在里面 跟宗教各个方面 都交织在一起 各位想想 完全没有融入 法兰西文化的 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移民 他们在里面寻找到 感情精神上的慰藉 而同时由于 在教育方面的不够好 这个时候就爆发了 所以早就知道 会爆发导火线 目前它已经开始在蔓延 蔓延到瑞士的 也是都是年轻人 蔓延到比利时 现在对德国也担心了 因为德国也有很多外来移民 而他们很多外来移民 第二代还是不会使用德鱼 终于是要访问中国大陆了 看到了外媒是讲说 接下来应该重点 就会摆在长期的沟通渠道 然后也要厘清 就其实美国也无意 跟中国大陆脱钩 所以他期望能够跟中国大陆的 新经济团队进行建设系的对话 然后建立长期的沟通渠道 尽量减少误判的风险 所以现在有一些官员就预估 就说这一次可能叶伦访问 中国大陆应该是见不到习近平 可能不太会有重大的突破 顶多就是一些小小的成果 那我们看看他在访华之前 先见了中国驻美大使 美国财政部提到说 两人是有进行建设性的一些对话 跟中国驻美大使 双方非常的坦诚 然后建设性对话 但是人家感觉好像 也是访华之前 就是先博得一些好感 那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叶伦也被誉为是最后的鸽派 但他是可以挽回 现在目前整个美国鹰派 或者是说反华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吗 那其实看看这个叶伦他本人对华是一个鸽派立场 毫无攻击性的一个学者形象 和平温和的言行举止 只是拜登他这个因时制宜的对华方式 人家觉得说你派一个叶伦来 搞不好只是一个包装而已 你骨子里面还是扛着反中的大旗 所以外交部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叶伦跟这一个应该是说克里 就是凯瑞 有不同的翻译方式 就是说外交部的回应就讲说 他们的接连访华 可能就是现在各层级的沟通对话 保持这样的一个往来跟沟通而已 那到底克里有没有办法访华呢 就现在消息还不是那么的明确 另外我们看看崔天凯有提到说 现在中美关系是走在正确的道路 那护栏才能够起作用 如果你这个道路是错的话 你就算有护栏也没什么用啊 那其实也是在暗示美国啊 你不要自己在那边 每次都去撞了这个护栏 每次都踩到那个底线啊 踩到那条红线 所以还隔空呛了布林肯 因为布林肯之前讲说 这个讲说什么 要做一些什么 让美国喜欢的事情啊 他说我们中国从来没有想过 说话做事要让你美国喜欢啊 也没有指望这个美国说的话 做的事会让大陆喜欢啊 其实呢就是互相的尊重跟实现这种和平的共处啊 才是最重要的方法 而不是谁喜欢谁的问题啊 那再来秘利也提到了 就是中国大陆啊 未来十年之内要成为亚洲的霸主 而且在本世纪的中叶要实现军事 军力超过美方 那马上这个汪文斌就出来回应了 他说美国有一些人真的是居心叵测 混淆是非 一直在炒作这个中国军力的威胁论 那实质上是在为自己 你本身因为要搞军被扩张嘛 军事霸权破坏区域的一些和平稳定 你只是要找借口 然后想象一下 这边有人好像要搞霸权 要在这边当霸主 只是你们背后藏着自己包藏货行 藏着自己的目的 来推进这个什么以台制华 这样子来制造一些借口而已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啊 这个强硬反击之外 其实很多的国家 也都是这样看出来觉得 好像我跟着你美国 这样子一直搞对抗 失去人心 盖洛普最新的调查 在G7的国家当中 其实英美两国的政府信心指数 现在是最低的 也就是说他们人民 对于自己政府的信心指数 是分数是在这个G7当中 这个位居最后的两位 那再来德国的外交官也在讲说 其实这个21世纪冲突的 这个核心 就是在这个中美之间 但是德国必须要知道站在哪一边 因为他说作为德国人 在全球的范围之内 我们不是一个小角色 但也不算是超级大国 所以应该要知道说 现在目前中美之间的关系演变 才知道要站在什么样的位置 避免被波及到 那连新加坡也是这么讲 他说现在中美就像是大象打架 小草恐怕会被踩 当然新加坡不希望被踩 外交的政策上面 这个我们新加坡不是站在美国这一边 也不是站在大陆这一边 而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 是主要的原则 就引用了李光耀的名言 他说当两只大象吵架的时候 他们在地上踩的草就会受罪 那当然新加坡也不想被踩 很多国家也都不想要跟着美国一起抗中 然后最后不小心就被踩到了 来问赖老师 其实美国现在又创了 应该讲是冯德莱恩创的 但是冯德莱恩是不是跟苏利文 已经勾连好唱双簧 就是所谓的去风险化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提出来 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变相的脱钩 美国要跟中国脱钩的方向继续再走 在供应链上面要脱钩 在战略科技方面要脱钩 在半导体方面要脱钩 其实美国还是一直在于 给他的盟国施掉压力 要切断跟中国的关系 甚至要减少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来往等等 那你看荷兰也承受到美国巨大的压力 也宣布在光科技这个部分 先进制程跟未来的制程的这些光科技 也都不卖给 或是要经过批准才能卖给中国大陆 那日本也宣布他要配合美国 其实这个都是巨细在走脱钩的路 那换一个名称 因为脱钩听起来难听 换一个名称叫去风险化 然后他们可以再延伸出一个概念 说降低风险 降低风险大家都觉得合理 做什么是风险低一点 不是比较安全吗 这个合理 所以他们又改了一个名称 叫做降低风险 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而已 那中国大陆我个人认为也看得很清楚 现在我比较注意到的是 夜轮到中国大陆来 因为大家已经说不会谈出什么结果 那不会谈出什么结果 为什么还要来 然后就是为了要维持一条沟通的管道 那谈不会有结果 沟通也没用 沟通完以后回来吵得更凶 那还要维持这个 指挥上关系更恶化的管道 有什么意思呢 例如说你看到了布林肯来了 好像百分之上谈得很好 一回去以后拜登就做得很不友善 很挑衅的话 然后布林肯就帮他的老板背书 然后觉得说 我们会继续做你中国不开心的事 我们会继续讲你不爱听的话 那逼得崔天凯就是说 我们美国人也 我们中国人也从来不会讨好你美国人 有很多国家人去讨好你美国人 从亚媚外 有很多人这样做 没有错 你看尹锡悦看到美国的拜登的时候那种笑脸 要唱美国派 然后你看到那个岸田文雄 看到或是以前安倍晋三去美国白宫访问的时候 跟川普握手的那种笑脸 那种被握的时候很痛的时候 然后那种笑脸 从亚媚外到极点 你看蔡英文 只要美国的一些美国的阿狗阿猫 阿狗阿猫都可以见到蔡英文 你看然后那种笑的那种灿烂 那种叫做什么 从亚媚外 讨好外国人 连这么低层级的 你都可以播出时间来见 这叫做什么 从亚媚外 讨好外国人 崔天凯就是我们从来不讨好外国人 我们也从来不讨好美国 我觉得有一句话 王毅讲得最好 王毅在今天讲的一句话 他说即使你把头发染得再金黄 鼻子削得再怎么尖 你也不会变成西洋人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 我们东亚人 我们中国人 我们亚洲人 我们自己要带动全世界的繁荣 不要看的欧美人 欧美人的气数已尽 现在是亚洲人的天象 阿狼跟美国 现在也在外交上面进行角力 首先王毅现在跟日韩的一个碰面 出席了中日韩国际合作论坛的一个开幕仪式 启动合作交流的机制 也宣读了中方五项具体的建议 他当然提到了一句话 现在已经变成了各个报道的标题 就是他提醒日韩 你们头发染得再黄 鼻子修得再尖 也变不成洋人 就是说你现在日本跟韩国 真的是好像被国际上面看成 怎么都是一直在捧着美国 一直希望好像当个小老弟 当个这个殖民地一般 他说尊重日韩跟各国的关系 但是不能用于遏制 甚至围堵身边的近邻 那应该以史为鉴 以民促官 以京促正 以地方促中央 以多边促这个双边 攜手启动三国的合作交流机制 释放出来中日韩重整行装 然后再出发的一个讯号 那再来我们看看 他们现在就是三国 是不是要迈向合作呢 他说就虽然疫情改变世界很多 但是不变的就是 中日韩三国一一带水 地缘相近 文缘相通 是搬不走的近邻啊 就地理位置上面 大家就是互灵的啊 这个没有办法这样挪动板块啊 所以三国的经济 互补性非常的强 产业供应链高度融合 是离不开的伙伴 那三国的人民 自古相互往来 其实有着 隔不断的一些联系哦 所以我们看到 韩国的外长 也用了这个鲁迅的名言 就是说期待 这个中日韩合作的未来 他说日本有句谚语 说三个人聚在一起 就有了文书菩萨的智慧 鲁迅也在故乡里面有写到 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啊 走的人多了 就变成了一条路 那也希望中日韩三国 能够建立互相交流和信任 共同来开创未来 这个新合作的大陆 那另外其实中国大陆 也聚焦到了这个 冲绳县的知识 郁城丹尼 在这个6月3号也率领 大概80人的代表团 然后抵达北京 然后也跟这个李强 习近平有望可以会晤 应该是7月3号 应该不是6月3号 那他说绝不能因为台湾有事 就日本有事啊 使得冲绳沦为战场 那军事的冲突将会损害中美的利益 所以日美应该要缓和局势 来继续努力 那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这些大陆的学者就讲说 其实郁城此行 受到中方高度的重视 中国将要打琉球牌 来反制美日介入台海问题的战略思维 这个方式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所以北京以琉球制日 反制美国以台制华 这是目前这个中方的一个态势 那另外中俄现在也在这个上和组织会议 今天习近平跟这个普清 也将在这个上和会议 上和组织的会议上面 会进行视讯的会晤 那美国之音就讲说 这个普清啊 想要通过这场峰会 跟习近平 还有跟印度的总理莫迪 这些人来进行会晤 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提到 说印莫迪的邀请 习近平将在这个北京 来出席 视讯出席这一场组织峰会 那也会发表非常重要的谈话 那你看到现在伊朗也要成为第九名的成员 将在七月份正式加入了上海的合作组织 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提到说 这个组织啊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概念就是 所有的成员都是互利互惠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平等尊重 而且是开放的 不是搞封闭的 所以这样的一番话 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这其实已经开始 全球的多边主义已经开始了 要对抗美国所主张的这个单边 单级的这种全球的统治 那美国他自己本身也不太平静 好像拜登一直在转移焦点 这一两天被大家看到 就是废城爆发了大规模的枪击 而且这枪手自己还穿着 这个防弹背心来犯案 这样子扫射 有半数的受伤的是小朋友 然后其实现在开始 这个死亡人数也不断在上升 从两个人现在变四个人 伤亡非常的惨重 而且是美国今年以来 第三百三十七起这种大型的枪击案 美国自己本身不平静 但是呢 他们还可以看这个法国的笑话 你看很多法国的这个报道啊 都出现在美国的媒体上面 还觉得说啊 你这个法国的这个种族问题啊 法国这些什么内乱的问题 所以让法国很不开心啊 法国的电视台在讲说 哇你美国媒体啊 正富饶兴趣的在看法国的局势啊 还拿着来跟这个佛洛伊德案相比 让他们觉得很不舒服啊 老师怎么看王毅这番话 我觉得王毅他在提醒日本跟韩国啦 就是说从洋不可取啦 对自己要有自信 而且我觉得他更主要的力量 是希望这个日韩的工商企业界 就大家要站起来 大家要团结 因为目前韩国跟日本的政客 都完全倒向美国 追随美国走 韩国最近的媒体有一个反思 说当尹熙悦啊 这个被美国人煽动以后 一昧的抗中走在最前端 往后是一看 怎么日本跟美国不见了 因为美国就布林肯 就想办法要到中国大陆去 也去成了 然后呢 这个苏利文在维也纳 然后现在叶伦也要去了 接着雷门多搞不好也说我也要去 然后现在凯瑞也说他要去 然后我们也看到在日本 日本他也派了他的这个干事长 也到了中国大陆去 也浩浩荡荡的像河野杨平 带了这个七十几位这个访问团 也到大陆去 那也就是说日本人在玩两手 就是说韩国人你往前冲 往前冲 然后呢他们在后面就想办法 跟中国大陆看能不能改善关系 那所以韩国人的媒体就告诉 说那隐习约你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现在有四十万人要起来罢工抗议了 而且呢连续可能会一两个礼拜 他们现在要求隐习约下台 经济状况越来越糟 这个中韩的关系越来越差 然后中韩的贸易赤字翻转过来了 那越来越严重 那目前来讲隐习约看起来是 这个其实王毅就是说 从养媒外到这个程度是不必要了 但是我觉得韩国人的这种 自大实在是很有趣 韩国的外交部部长就邀请 这个王毅去登他们的 这个首尔的北汉山 王毅说谢谢你的邀请 那您下次到我们这个山东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登泰山 义官天下 泰山跟北汉山 韩国其实就是中国以前的藩属国 不是那个欧阿汉籍 是番薯 那我就觉得说韩国人有时候把自己膨胀太高了 真大可不必 不过对于美国人的做法我真的不以为然 美国人现在一直在猛笑法国的动乱 说我们并不孤单了 然后他还在批法国人 他说我们美国人至少是透明化 我们告诉全世界我们种族歧视有多严重 他说你们法国人是掩盖事情 不让人家知道你们的种族歧视很严重 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厚道 这个美国人 这个CNN太不厚道了 来 新闻大白话 我们看看这个叶伦终于是抵达了北京了 那他抵达之后呢 大陆也有派官员来接机 他这一回派出来的是 财政部国际经济司的司长杨英明来接机 那我们来看看画面 就双方见到面的时候呢 两个人握手啊 长达了20秒钟 在下午的6号的下午5点钟 这个叶伦抵达了北京啦 那甚至呢 在这个天空中哦 他们都会说 哎 看到了一道彩虹啊 那一道彩虹都被这个大陆的官媒 这个玉渊谈天哦 有特别来点一下 做一个文章 他就说这个杨英明跟博恩斯哦 都给叶伦指了一下那一道彩虹啊 这样子指着 哎 还有这样定格的画面哦 说这对于美方来说 也是一种提醒 中美关系要带着诚意来 互相尊重才能够雨过天晴 看到那个美丽的彩虹哦 那今天其实叶伦的行程 也是非常的满哦 上午10点钟 要跟这个刘鹤见面 那刘鹤呢 他们两边要来讨论一下 两国的经济跟全球的经济前景 那4点半的时候 要跟李强进行双边的会谈 甚至今天也会见到了 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周小川哦 所以今天行程应该算是挺满的啊 那再来看看这一次他访华的主要目的哦 呃 港媒的报导是讲说啊 就是他在推特上面有提到 希望这一次呢 跟大陆官员的见面 还有商界领袖的见面哦 寻求良性的经济竞争 也使得美国工人跟企业能够获利哦 并且合作应对全球的挑战 就是反正他是一个带着善意来啊 那外界的分析就讲说 美国试图要遏制通膨避免经济衰退 所以美方希望借此跟中方重新建立对话 来稳定中美的经济关系 甚至呢大陆的财政部也回应了这个 叶伦的访华行程哦 讲说脱钩锻炼绝对是没有赢家的呀 应该双方啊 中美的贸易本质就是互利共赢的贸易战了 其实这种打下去了 是没有赢家的 那再来看看叶伦 世界现在全部都在关注了 他这次到底能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成果呢 因为他这次访华的行程哦 是布林肯的两倍 所以美国的政治新闻网讲说 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访问啊 他们的智库专家也讲说 这个访问早该进行了 三年多来世界两大经济体 主要的经济官员几乎都没有互访 这实在是太疯狂了 应该是中美不可以这样子 形同陌路一般 这对于全球的经济来说 都不是好事啊 所以人家是形容 叶伦这次是来办白脸的 就分成什么好警察跟坏警察 布林肯可能算是坏警察的角色 但是叶伦算是好警察的角色 在经济学家来看 他就说叶伦试图要让中国大陆知道 这个中美之间有许多的共同点 可以做些什么 也算是一个和缓的讯号嘛 那可是呢 中国大陆现在目前 开始开打的这样加根者的出口之战 人家想说是不是在叶伦来之前 要给他下马威呢 环时官方媒体有出来讲话 他讲说这是想多啦 大陆又不着这样子 不会因为一个美国的高官要来 就要烘托气氛 或者是延迟取消原定的相对应的措施 这是原本就定下来的啊 是你们一直急着在这个时候来哦 所以社评还讲说啊 对于大陆一举一动 内心系最多的人 应该是讲国家 往往就是对大陆恶意敌意 最重的那一群人哦 他们解读一定是歪曲的 让他们感到不爽 也是很有必要的 也就是说你们自己在脑补一些事情 只是因为这7月1号的这个 等于说对外关系法 你怎么样制裁我 我就怎么样回敬你 我没有必要特别为了夜轮来动作 那另外看看这个 大陆商务部的发言人提到了 这个他说家者出口管制 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也没有针对特定的国家哦 在发布公告之前 已经通过中美中欧的对话渠道 已经先行通报了 美国的商务部是在讲说啊 坚决反对啊 强调华府跟盟友都会来共商解决之道哦 所以人家这个中国大陆讲说 那也是没办法 因为你美国打压 终究要反噬你的自身嘛 因为现在美国正在考虑 对于大陆的AI晶片 实施这个出口的新的限制哦 所以你这样子 既然你要开战 这个相关的贸易战的话 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跟你有来有往哦 那美国是不是戳了一旦呢 因为美国的国防部讲说 哎不得了了 现在这个者哦 是战略的这个储备哦 是可是 呃是有战略储备啦 但是这个家是没有库存的储备 所以恐怕真的会影响到 接下来战略上面的一些 呃这个原料是不足的 恐怕要自行来开发吗 那其他国家也很紧张哦 全球第四大的汽车制造商的CEO 讲说欧盟你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合作 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啊 跟大陆脱钩是不切实际的 也不符合西方的利益啊 那还提醒了欧洲哦 有一些分析的报道 讲说这去风险是行不通的 因为你去限制中国大陆的原料 出口管制的话 这样子其实呃对于这个勃雷利 现在目前访华行 哎中国大陆已经转变态度了 转趋强硬哦 所以不再让你来访华的话 其实欧洲自己得要思考看看 是不是要跟随着美国的脚步 继续打这样的一个贸易战 老师 首先我们要问的 我觉得美国的媒体 有一个迷失啊 就是说把布林肯说成是坏警察 把叶伦说成是好警察 其实我们要问的是 谁任命你去当警察 谁跟你权利可以去管人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媒体 必须要改变他们的心态 就是美国人不是警察 不管是好警察 坏警察 你根本就不是警察 没有人给你任命 没有人授权给你 所以你没有资格 没有权利去管理任何一个人 管理任何一个国家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人 必须要认清楚这件事情 特别是对大国 你根本都没有任何权利 所以只能够平等对待 就是相互尊重 我觉得相互尊重的逻辑很简单 你不尊重我 你别想获得我对你的尊重 所以你要获得我对你的尊重 你必须先学会尊重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 目前安排的人来看的话 你看叶伦说去四天 已经用到一天了 那现在是第二天了 第二天先让退到第二线的前 很重要的官员 但是已经退到第二线了 由于退到第二线 所以基本上来讲 是政策的建议权 而不是决定权 虽然他们还是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已经是第二线的官员 先来跟你叶伦谈 所以由第二线的 有重量的影响力的官员 跟你第一线的叶伦谈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去了解 掌握一些讯息 跟判断你到底要什么 然后再 你看到目前为止 现在已经是快四点了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消息出来 也就是说大陆的官方的媒体 没有任何叶伦跟刘鹤跟小川 周小川他们谈的任何画面 任何消息 任何讯息都没有 那当然接着就要跟李强谈了 所以我们大家会了解 就是说 以这一次的谈判来讲 对叶伦来说 当然是很艰难 对中国大陆来讲 一样很艰难 但是两方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 要看你美国人最后做什么 而不是听你在那边讲什么 你看就在谈的这个时候 习近平到了江苏去了 也到了东部战区 而且跟东部战区 传达了他的重要的命令 其实那是一个重要的命令 看起来台湾 没有很高度的重视 习近平到东部战区 所下的那些命令 其实那个命令是非常的重要 台湾目前来讲 还是太低估了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以美国要跟中国大陆 打科技战贸易战 或是要把全球的生产力 要去脱钩或是去风险化 其实大陆目前来讲 放出第一个讯息就是 你看着办 我现在只是开始而已 后面的动作会有很多 如果一些中等的国家 也就是像日本 荷兰 德国 法国 英国等 你们再追随美国的话 那接下来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大陆最近都在展现科技上面的实力 面对到跟美国的这种科技战的话 他们最近好几场大型的活动 都在大陆举行 包含了上海的世界AI大会 以及中国的汽车论坛 都在这个地方正在举办当中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AI大会 里头有请到了这个特斯拉的 马斯克来进行开幕致辞 那他也讲到了 中国大陆只要一旦决定做一个事情 一定就能把它做好 包括了这个AI人工智慧 我们先来听听 中国有非常多的聪明的智慧的人们 我一直非常钦佩 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干劲 中国一旦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的话 他一定都能把这个产业做得很好 各个经济领域各个产业都是这样的 当然也包括人工智能这个产业 所以我相信 中国会有很强的AI的能力 对所以他是大夸了中国 就说一旦中国大陆决定要做什么事情 任何领域他们都会超音感美不说 弯道超车会取得这个 等于说领先的优势 那他也讲说 特斯拉也非常有兴趣的 将这个自动驾驶技术 跟其他汽车制造商来进行分享 这个技术绝对是超越时代的 也会让这个汽车的使用率大大增加 而这一回呢 其实全球有400家的企业 都来参与这个世界智能大会 也让大家看到说 哇现在好像这个AI啊 这个中国大陆上海这边 也变成一个科技的重镇 包含了像是很多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 比方阿里巴巴 华为 百度通通都有在这边 展示他们最新的AI的技术 那特斯拉这一回还展现出来 他们竟然还有机器人 机器人身高172公分 还可以单手举起了钢琴 在这一次的这个AI大会上面 他在等于说 首次在中国大陆的亮相 那他也展示出另外两款 这个明星的车型 那马斯克甚至还讲说 接下来他预估在年底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这个全面的自动驾驶 他说先前他也做过很多次的预测 但是他承认之前的预测不完全准确 但是他这一次他觉得是跟结果会是最接近的 也就是说也许我们今年年底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趋势 另外电动车这个名场面 在这个中国汽车论坛上面 16家企业包含了特斯拉 他们签署了一项就说停止流血价格战 所以很多的外媒都有这样相关的报道 就说未来他们在这个电动车的产业 不要再打这种价格战了 而是大家一起把这个品质跟技术做到更好 那宁德时代也发表了一个新的产品 他们说充电10分钟就可以跑400公里 所以这也蛮划时代的一个新技术 在7月5号到7月7号之间 这个论坛还持续在进行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也包括呈现出了 中国大陆现在在电动车的影响力 像是吉利汽车 比亚迪 蔚来理想 小鹏 这些车厂 全部通通都有出席 中国大陆的工信部的官员就讲说 建议广大的企业 以及这个承诺书签署为契机 来规范这个市场的行销活动 然后不以非正常价格来扰乱市场 所以蔚来这个电动车会越来越制度化 那我们看到像特斯拉跟比亚迪 在第二季今年第二季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交付量也都创下了新高 而且成长的幅度也非常的惊人 上半年卖了125万辆 所以比亚迪交出蛮漂亮的成绩单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快一倍左右 增加了94% 再来比亚迪也砸了194亿 也在巴西这边建场 他们在这个官方的微博 7月5号就发布了这项消息 也会推动比亚迪 接下来全球化的进程 在2024年的下半年 预计在当地会创造5000个就业的机会 所以现在包含了在巴西这边 也有一些什么线下的营运捡点 都正在规划当中 预计年底要开设100家 所以打进了南美洲的市场 影响力也是逐渐的扩大 在拉美这边也进行锂矿的相关的开采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比亚迪 上汽还有埃安也相继在宣告说 中国大陆的车厂已经开始掀起了新的一股 海外建厂潮 也代表说中国的车厂已经迈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已经要在海外工程掠地了 来 老师 我觉得电动车 中国大陆的国家品牌形象成功了 我们注意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全世界的主流媒体 如果谈到新时代的汽车 就是电动车 中国一定是占最主要的版面 不管是你敌中国的 仇恨中国的 讨厌中国的 所有的媒体 他都不得不去讨论中国的各款的汽车 不管美国要把特斯拉 或是福特 他们想办法 或是通用把它挤进去 但是不可避免的 所有的人都在讨论中国的汽车 这代表他的国家品牌形象 这个大战略 这个工程已经成功了 而且很有效果 所以大陆已经超越日本 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的汽车的出口国的时候 他当然要在海外布局了 所以他要到巴西 到墨西哥 墨西哥 到很多国家 那么去设厂 因为他要在那个地方设厂 就从那个地方直接迈进去他们的国家 或是迈进去他们附近的国家 例如说 假设他在墨西哥设厂 那他可以采用北美自由贸易化 那他可以进入美国的市场等等 而且还可以创造墨西哥他们的就业机会 然后让他们的公司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壮大 这个没办法阻挡了 美国也阻挡不了 那原因在哪里 中国的弯道超车的这个大战略成功了 其实我觉得 以前有个管理学家 管理学界的一个态度 他就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要先做对一件事 再把这件事做对 或者再把这件事做好 这是杜拉克他的名言 那中国大陆很明显的知道 燃气发电机 对于他来讲 他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 跟上或者追上这些老牌的工业国家 那他怎么办 他看到了这个电动车是一个未来 而电动车的关键并不是在于那个马达 而是在于他的本身的电子控制系统 操作系统 还有更重要就是电池 日本当时犯了一个错误 因为日本认为不可能完全走向电动 所以一定是气电混合车 中国刚开始也有走气电混合 可是很快的 他们的战略学家 科学家发现 电动车的时代是绝对有可能的 那因此中国的决策者 大胆的就决定了走 完全的这个电动车 电品的时代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高度的战略决策 战略选择 然后再加上 真的是一群非常认真的科学家工程师 最终把这个车做出来 而且在国际间打出品牌 你其他国家要追哪